纽约大都会运输署希望确保公交系统 包括地铁、公交车和长岛铁路 在长周末不会过度拥挤 以影响到必须工作者的通勤 往年长岛铁路一般会在假日长周末增加班次 但是今年警察会被派遣到几个关键车站 帮助监视人群不要过度拥挤 为了防止过多人涌向海滩 纽约市长白丝毫宣布 市属海滩包括康尼岛和洛可威海滩 只开放附近居民在海滩上散步 长岛地区官员也要求游客提供当地的居住证明 才能进入海滩 新唐人记者金时纽约报道